來逛市場 菜單就會出來了 拿起手機 掃描QR Code 加入Lite App官方帳號 民眾動動手指 只有能線上逛菜市場 而且下完單 還有專人幫你送到家 疫情影響 不少消費者都轉向電商網購 或採外送宅配服務 現在就連傳統市場 都搭上這個風潮 讓民眾可以減少出門 或者是說 他上班不方便來到市場 三天或五天 那一次 我就不用去接觸很多人 為顧及疫情期間 民生購物需求 經濟部和全台24個 傳統市場合作 推出線上外送平台 且消費滿額 住市區就能免費外送 但表面優惠便利的服務 台東地區民眾似乎不買單 就連多數攤商 也都還在觀望 蔬菜香我可能會考慮 可是如果說那種 就是豬肉冷凍食品那種 我可能就不會考慮 對 因為不曉得他品質 好不好這樣 我們比較遠一點 所以可能他有一個外送的距離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自己還是要跑一趟 很多東西是10令 那個有10價 我們的攤商可能就是會想說 那他在定價上會不好做一個固定價位 目前台東中央市場共有249攤 合作店家卻僅有15攤 店家表示疫情之下市場人潮明顯少了近5成 業績也掉了4成左右 認為台東要跟上這股宅經濟商機 仍面臨定價 消費習慣 宣傳及定義性問題 短時間內恐怕達不到預期效益 原始新聞 直播正台東 續的採訪報導 好 好